一座晋国国君大墓 青铜器被抬走 精气玉气却保存完好 离奇的盗墓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虽然没有盗洞 墓内却空空如也 一座超大规格的皇家贵族墓 究竟是遗种还是遭遇了官方的悔墓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在尊崇祖先和重视孝行的中国古代 盗墓已经是带有严重的诅咒的意味了 然而有一种行为 却比盗墓更加让墓主人伤心乃至没有尊严 什么呢 来看今天的故事 画面当中的这两座大墓坐落于山西临坟的杨舌村 什么等级的呢 您看它的形质 两个大大的中字 等级显然很高 这样的墓葬规模 它只是禁国国军一起 禁国国军啊 陪葬和随葬那还了得呀 果然正是发掘不久 大墓的表土层里就冒出了密密麻麻 240多个祭祀坑 坑里有牛羊马 还有狗等等动物牺牲 同时还有十具人生的骨骸 这位拥有崇高地位的墓主人是谁呀 话说正当考古人员信心满满之时 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出现了 怎么的 原来先秦时期的大墓 古人通常会在光果四周 放置木炭用来防潮 但是考古人员发掘的 2号墓上层填土中 居然就出现了木炭 本该在光果层位的木炭 竟然跑到上层填土来了 这说明什么呀 难道墓葬已经被盗了吗 继续往下清理 考古人员大吃一惊 2号墓被扰动的痕迹 几乎覆盖了整个墓室平面 而且很快 1号墓也出现了大面积被扰动的迹象 看来两座大墓凶多吉少 果然呢 几个月之后 1号墓的光果显露出来 里面的情况跟大家伙预想的是一样的 不光光果已经被损毁殆尽 原本随葬在里面的青铜器也不一而非了 只剩下少许的残留物件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铜的挂钩 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铜的顶腿 照这个情况看 考古人员还清理什么呀 走走正常流程收工回家不 事情就是这么有戏剧性 就在后续的所谓走流程的过程当中 现场竟然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我就听见有一个人就大叫 就说那个技术员老毕呢 毕德群呢 他就在底下就叫了 我们叫啥呢 我们就赶紧放下手中的这个筛子 就往那个一号墓里面跑 好多人一看呢 他正拿这个手铲啊 在刮下面这个牧师的那一层铜 手铲刮过以后就出现了一层鱼器 我们都是当时一看都非常激动 还等什么呀 赶紧清理吧 而当器物上的鱼泥被剔除之后 大家伙眼前一亮 果实里不光有黄 锡 玛瑙管 大玉戈 大玉壁等等精美的鱼器 同时还有不少的金器呀 奇怪 墓葬明明被盗严重 甚至连棺果板都被拆了 这怎么又出现了鱼器和金器呢 是盗墓贼遗漏了吗 可是不对呀 就算遗漏 也应该是只遗漏一些灵星的东西啊 现在是一大片的金器和鱼器 都留在这了 这算怎么回事啊 为了解开谜团 讨户人员决定继续往下发掘 谁料当棺果的鱼土 被逐渐清理完毕之时 墓主人的骨骸就暴露了出来 与此同时 墓中出现了令人惊心的一幕 棺内的墓主人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他的上半身 他的上半身到头部都没有了 仅仅存下半身 就是大概从胸口以下 往下都在了 墓主人的上下半身 分开了 为什么 仔细观察骨骸的断面 考误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听起来很残忍啊 然而接下来的清理 证实了这个残忍的事实 因为大家伙在棺果外的墓室淤土里 找到了原来应该佩戴在上半身的玉器 同时在墓室的角落里 发现了墓主人的头骨 而且从现场的位置来看 头骨就是被盗墓者给随意扔出去的 盗墓分子对墓主人竟然如此之大不敬 这是为什么 估计有人要说了 盗墓分子都已经盗墓了 他坏呗 是心肠坏是肯定的 但绝不仅仅在于此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您看 这是距离杨舌大墓四千五百米处的遗址 名叫屈村天马遗址 埋的什么人呢 简单说就是晋国国君们的祖坟 除了有数量众多的晋国贵族 同时还埋有九祖晋国国君 但是这些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都没被盗过 祖坟都没被盗过 偏偏杨舌村这祖国君墓被盗 为什么 综合多方面的因素 考古人员推测 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联想到 这会不会是一种毁墓形 或不是一种带复仇性的毁墓形 毁墓 看来情况比较复杂 问题来了 如果这是一次带有复仇性质的报复 那么前来复仇的人是谁 他们报复墓主的原因又是什么 咱们下介绍 一场六十七年内乱 五位君主血剑宫廷 沉渊九泉的一号墓主人 究竟是晋文侯还是数族的领军人物 造架不飞的大墓竟然凌乱不堪 鬼墓的背后藏着什么谜团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种种迹象表明 杨舌村的两座大墓之所以被毁 不是一次单纯的盗墓行为 而是一次报复 那么前来报复的人究竟是谁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恐怕得知晓墓葬的被盗年代 观察棺果被毁的迹象 考古人员发现了线索 可能原来里面的很多板子原来你比如国板 棺板 被人拆了乱七八糟扔到那儿了 到我们今天发觉它都已经变成土了 这是痕迹了 盗墓时棺果板还没有烂 说明盗墓发生的事件应该距离下葬的时候不太久远 核心问题就来了呀 这位不幸的晋国国君是谁呀 又为什么会让对方恨到连死了之后都要损毁尸体 割下头颅斩断身躯呢 他会是谁的呢 因为人物里面所出土的青铜器没有了 通常青铜器上有青铜名文 那么有名文我们从名文可以作业判断 但是没有 就是所能给我们提供来判断这牧主人的准确的信息都没有了 不过尽管没有直观的文字信息 但是根据牧主人是一代晋猴 再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考古人员联想到了一件最有可能跟毁幕有关的历史事件 什么呢 就是晋国历史上震惊九州的敌树之争 所谓敌树之争又称屈卧待义 说公元前七四六年 晋文猴基球去世 儿子晋昭猴即位 即位之后呢 晋昭猴把叔叔成师 分在了屈卧 人称屈卧桓叔 然而晋昭猴做梦都没有想到 被分封在屈卧的桓叔啊 不但没有感谢自己相反 他勾结大臣 要了自己的性命 好在危急时刻 晋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 平定了那次叛乱 这个桓叔呢 也在不久之后是郁郁而终了 不过桓叔和晋昭猴虽然都死了 同宗相残的事情 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15年之后 桓叔的儿子庄伯再次起兵 他攻破进国国都义 并杀死了晋昭猴的儿子 晋孝猴 但是吊诡的就是 庄伯并没有顺利当上国君 以至于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的儿子又开始延续这场争斗 最终结果如何呢 非常藏 历经67年的争斗 五位晋猴被杀 一位晋猴被赶走 公元前678年 庄伯的儿子最终登上了 晋国国君的宝座 史称晋武功 这跟杨蛇大墓被毁 有什么关联呢 专家说了 在这样的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当中 毁掉墓葬这种打击对手的事情 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后续的考古 也确定毁墓的时间 就发生在驱卧待遇期间 那么好 如果事情跟驱卧待遇有关系 被毁的墓主人属于哪一个阵营 具体又是谁呢 这里得说一下 一号墓的规模 其实比另外九座晋猴墓的规格还大 既然规模最大 生前的身份地位应该就是最为纯高的 所以呢考古人员最先想到的是晋文侯 晋文侯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在两周时期 尤其是在周平王冬天 辅作周平王有再造周师之功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然而也有考古人员不这么想 认为埋在这里的应该是 数族的领军人物 道理很简单的 因为如果是晋文侯的话 他完全没有必要离开先祖的墓地 到河对岸的羊蛇去安葬 恰恰相反 只有分封在驱卧的数族 才有这个需要 那么到底是嫡系的晋文侯 还是数族的某某人呢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学术记还存在争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 毁墓是一定的 那段血腥的历史 也因为这两座大墓的发现 得到了更多的印证 好 这是羊蛇两组大墓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 挪向另外一座墓 就是画面当中 这座位于河北驱阳的田庄大墓 形至奇特吧 规模大吧 它可是光墓室就有十二间之多呀 即便是看它一眼 你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然而修建如此豪华的大墓 却并没有得以完好的保存 相反它遭到了严重的倒毁 不仅墓室主体的上层结构 棺谷等等被砸 墓主人的尸骨也荡然无存 是谁呀这是 遭遇这般的不幸 本来考古人员想找到墓制 可是结果令人失望 比较遗憾的是在墓中没有发现墓制 这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墓制吧 被盗走了 然后被盗之后运走了 或者是被砸毁之后破坏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他可能当时墓中就没有放墓制 无奈之下 考古人员只能从墓室遗留的文物入手 你看 这是考古人员清理出的一些个碎瓷片 其中包含有直壶和花口气等气形 一番修复之后 考古人员打指 框定墓葬的年代 这些瓷器基本反映了一个 因为咱们曲阳吧 就是定要的一个产地 基本反映了定要在中晚唐时期的一个特点 是中唐还是晚唐 很快 考古人员在墓道东侧清理出了壁画 壁画上的人物很有意思 他们高鼻深墓 连并胡须 穿衣打扮以及腰间的剑囊 跟另外一幅唐代壁画是极为相似 一那个像的昭华太子墓 7006年的昭华太子墓 一的太子墓 时间应该不会太远 就是从壁画的人物形象 还有他佩戴的那些剑囊 什么些东西来看 他这个时代大概应该是在中唐 壁画揭示时间 其中一个细节 也标榜着牧主人的身份 非同寻常 在那个壁画人物里边 有一个仪仗 那个仪仗叫笔皇 那个东西就是代表皇权 皇帝处行用的 想在陕西这出唾了那么多的壁画墓 位于唐锡宗的墓里边 有这个形象 该不会墓主人是位皇帝吧 无论如何 位高权重 这是一定的 至于具体是谁呢 一开始考古人员怀疑是这位 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 安禄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安禄山是在公元757年正月 被儿子安庆旭的死党 同时也是安禄山自己的贴身宦官 李珠儿给杀死 典型的非正常死亡 既然是非正常死亡 下葬一定很仓促 而确实 考古人员后续的清理发现 这座墓的墓到白灰墙壁 只抹了一半 大墓没完工就投入使用了 跟墓主死得突然 这种情况 这种推测是想吻合的 第二 就是安禄山当过一段时间的皇帝 壁画中出现代表皇权的遗皇 放在他身上也说得通 第三就是安禄山被部下所杀 死后遭遇刨坟掘墓概率也非常大 当然这依然只是推测 而且关于这个推测还存在疑点 比如说安禄山起兵泛阳定都洛阳 而且死的地方也在洛阳 所以不太可能被葬在区阳 于是有人就提出墓主人未必一定是帝王 也有可能是一位有权有势 割据一方的节度使 比如说河北地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 王都就是在公元928年 因反叛后唐兵败而死 死了之后墓葬也遭遇了唐军的砸毁 那么王都会不会是最终的墓主人呢 考证需要时间 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呢该幕的被毁之谜能够被解开 曾经权倾朝野的他尸骨竟然不翼而飞 是谁对他怀有如此之深的仇恨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死后都要受到牵连 江西卫视经理团请为您解密 张家我们说了 埋在田庄大墓的主人呢 死后没能得享安宁 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墓主 故事更 在发现这座五个天井的大墓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非常惊喜的 不用说呀 墓主人肯定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唐代高等级贵族 五个天井呢 这惊喜还没过夜 一盆凉水从天而降 考古人员刚清理完墓葬的表土 下方就显露出了大面积的扰坑 根据我发掘这个唐代墓葬的经验 判断呢 看到这么大的这个扰坑破坏 我就已经知道墓室里基本上不太可能出土 这个出土文物 真的没文物了吗 继续往下发掘 考古人员是越来越失望 您看这是墓内的情况 不光墓是顶部塌险 地砖也全部都被接下来了 而且外边的天井和涌道啊 也有大范围的被人为破坏的痕迹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考古人员找遍整个墓葬官国和墓主人的尸 还是一点影子为了没有 不用说 此次道决带有强烈的针对性 那么来此毁墓的凶手是谁 他们为何如此之凶狠 正当队员们惋惜不已时 有人在永道里发现了墓质 上面写了什么呀 仔细一看 传是什么 墓质盖上用传书刻着 大唐故昭龙上官是名 九个字 看到这九个字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墓葬肯定是上官王儿的墓 不需要看墓质也知道 因为在唐代呢 昭龙姓上官是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上官王儿 大兵鼎鼎 一代才女金国宰相 可是 她为何会沦落到 被人毁墓 录尸的地步呢 史书上没有关于墓葬的记载 但是墓质却给了大伙启发 墓质的证文大概一千来字 前半部分记载了 上官姓氏的来源 以及上官王儿家族的情况 跟史书记载的差不多 但是后半段的内容 让考古人员很吃惊 墓质记载 婉儿13岁时被封为唐高宗的财人 42岁被册封为唐中宗的昭龙 这样的身份变化能说明什么呢 表面上看确实没什么联系 但是有人注意到 42岁这个节点 也就是公元705年 于是就联想到了一个历史事件 什么呀 我们知道啊 公元705年唐中宗离显即位 即位之后 维皇后开始野心膨胀 想学武则天操控朝政 当然他的想法跟武则天有所不同 武则天是自己当皇帝 而维后呢 最喜欢女儿安乐公主 他鬼迷心窍 整天闹着要离显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 最终成了吗 没有 因为当时的上官婉儿 不仅是唐中宗的昭龙 同时执掌着内阁 上官婉儿以死尽见 不拟赵书 如此说来 是维后一党绝了他的坟吗 你还别说 就双方的关系来讲的话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是再一深究始料 考古人员却皱起了眉头 原来公元710年6月 维后一党毒死唐中宗 7月当时的林子王李隆基 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 在太平公主的支持之下 联合几个皇宫禁军的将领 杀死了毒害中宗的维皇后 和安乐公主 注意 当时的上官婉儿 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并且与维后安乐公主 几乎是同一时间殒命的 这种情况 您说会出现 维后去挖上官婉儿的牧们 不可能 都已经走了 可是若不是维后一党 会是谁干的呢 再读墓志 考古人员总算是 找着了一点新的线索 墓志说 太平公主哀伤 负赠卷五百匹 前史调记 辞职筹谋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上官婉儿死的时候 武则天的女儿 太平公主很伤心 她不仅出钱修建墓葬 还派人调记 并宣读情深义切的哀词 注意 太平公主这样的表现 不仅说明 她与上官婉儿关系深厚 也为婉儿死后的不好遭遇 埋下了伏笔 怎么呢 太平公主 各位知道 虽然名为太平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安分过 就不太平 小时候她仗着父母的恩宠 是骄横放纵 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 长大之后呢 野心勃勃 梦想跟她母亲一样登上皇位 但是无奈 老天爷并没有成全她 公元713年 正当太平公主想武装夺权的时候 遭到了李隆基的果断镇压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败下阵来的太平公主 还连累了跟她关系密切的人 太平公主的结局呢 就是赐死 在赐死以后呢 同时就毁了这个太平公主 驸马武裕纪的墓 这个毁墓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 这个节点也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当时既然是太平公主 建了这个上官婉儿墓 上官婉儿的死 又是因为李隆基而死的 所以李隆基在镇压了 太平公主叛乱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迁怒于这个上官婉儿 就是在回太平公主 驸马武裕纪墓的同时 就把上官婉儿墓 也同时毁了 想不到曾经风光无限的才女 死后居然还不能摆脱 权威斗争的影响 甚至连一个人的基本尊严 都毁掉了 可悲可贪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网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新鸟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